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些人说 我因为怕得了冠状病毒 我能不能去做快塞 就算我没有症状 很有可能没有 但是我就是因为怕 我能不能去做这快塞的动作 我相信听的人第一个反应 会跟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一样 不要来闹了 因为呢 快塞当然是留给我们所谓所需要的人 经过医师评估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会觉得您需不需要 因为一个快塞 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一个要做快塞的医护人员 他必须要全副武装 再来这个全副武装只能穿一次 只为了裁剪那一个人 而且这一个人被裁剪的时候 我们还要能够确定 他不会被我们因为裁剪的前面一个人而感染到 所以这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耗时 甚至耗费医疗资源 如果医师评估你很有可能 有新冠的话我们一定会帮您做快塞 但是你会觉得说 可是有些人跟我讲说 无症状有可能会是得了新冠啊 的确会有无症状的新冠的感染者 那是因为他曾经得过了新冠 在一个月内有可能再复发 在复发的情况之下 他有可能是没有症状 所以听清楚之后 大致上你就知道 谁该做快塞 谁不该做快塞 那您如果真的觉得 你还是非常的害怕的话 那还是请你乖乖的去跟你的医师讨论一下 如果他真的觉得 您需要特别的治疗 不管是哪一种治疗 您都可以好好的去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